而在寿丰乡新就任乡长的交接典礼 是由县府祖纪主任阮靖如担任兼交人 卸任乡长刘耀宗将硬性交给新任乡长曾淑宜 曾淑宜感谢乡亲的支持 同时强调在竞选期间 他和团队是坚持纯朴以及良善的寿丰价值 就是这份爱和信任的力量一路将他推上了服务的道路 新任寿丰乡长交接典礼 由县府主纪主任阮靖如担任兼交人 卸任乡长刘耀宗将硬性交给新任乡长曾淑宜 曾淑宜感谢乡亲支持并强调 当选寿丰乡长责任巨大 而他将带领寿丰乡公所 努力为寿丰乡亲父老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明天打拼 我们即时关怀我们乡长在任内即时办个意外写 让人能够一一的落实 为了我们寿乡它种种的在规划 更让我们的寿乡建设与服务 能够顺畅在这个轨道上进行 接下来这个四年还要拜托我们刘乡长你来陪伴 我请同心介绍乡官 主义将融会在CEO的经验跟执行力 带动收向来跨域的整合 并且结合了我们的中央地方的资源 配合我们中央县府县长县议员 还有我们乡民代表 最主要是村民村长 还有各社区的理事长 还有顾问团 还有我们的志工 还有我们的头目 带领我们收工厢 成为一个高校型的政府 还有服务型的政府 加速的前进 曾书一感谢历任乡长 电机以及刘耀宗前乡长 让寿丰乡的建设跟服务架构建立 未来四年 他将带领寿丰乡公所团队加速推进 一天当两天用 创造福利给寿丰乡亲 让寿丰乡成为纵骨各乡镇的骄傲 记者综合报道